好,下一套啦下一套是Campion啦 即是世神者或是世神所叫的 蝕敏者 蝕敏者?其實當我看完這套 我會有另一個新名 嘴炮者 French kisser 嘴什麼炮者?分別是kiss啦 kiss多個說話的 不是喔,他很威風的 他全部都是混合在一起 把舌頭放進去 有口水嗎? 《七號夜》裡面,開頭都說 就是一大堆 扔了一大堆截定出來 然後一大堆對白就說 你究竟是什麼 嘩,原來之後的戰鬥 真的純粹就是什麼呢 我很簡單講一句 你隨便拿本 叫做西方神話 試典,一出來 一翻出來,你哪個神話 我照讀你,你有什麼能力啊 你神拳是什麼啊,你最怕什麼啊 你這傢伙就會打柴 所以我叫做 真正的打追派是什麼 就是講到你死 因為主角的能力呢 就要知道對方的權能 全部的權能 屬性的雜性能力 知道完之後 才有把黃金劍出來 才會斬死對方的權能 我有一個去到那個小鎮那裡 突然間 那個小鎮裡面有意外就是那個 嘩,那個我看到火力 我看到一集就割了 我已經不看了 不是,頭兩集是難頂的 你覺得之後不難頂嗎 之後不難頂的 之後不難頂的 好看 我不知道,我覺得仁切已經奇怪 然後呢 他原作仁切更奇怪 你說奇怪 人切更奇怪 我覺得仁切完全是錯了 真的 那女兒出現那一場是簡直 你想怎樣啊 天空之城 真的 Kiss 他小說原作 那些仁切好像 Losan Maiden 那些比例 你去到這裏 變回正常的年紀 正常一點 首先 我們之前第一集 剛才都說過 就是說 他無緣無故 很不小心地 殺了神 真的很不小心 其實我覺得 走前一步 對上去 不要緊 我想問那個年輕人 第一集出那個神秘年輕人 就是因為不小心被他刺死了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來的 他就是不小心被男主角刺死了 蛤 什麼戰神烏魯斯拉格 他叫做東方戰神 嘩 開到東方軍神 我後來補一頂閃 他這樣說 嗯 少年你一個潛失了敵人 然後第二集 啊 死了就已經 不是嘛 沒錯 用麥德的故事演譯 有個少年 他遇到神 翌日 他對立了神 沒錯 好合理解釋 哇 第一集出到 我以為這個最後BOSS 突然就L了 這個故事 這個麥德演譯是絕對沒錯 因為他對立了神 那一刻 是日落和日出之交際 是真的第二天 他對立了神 那這部是什麼 之前那部 是這個愛情 A劇 所以這個是 蝕蜜者菠蘿油王子 但問一下 你看旁邊那個 心紅角魔 有樣子 Elica 他唸了這麼多年 都殺不了神 這傢伙子 拿一把東西 其實很難解定一個基準 他所謂說 其實整個故事裡面 我看了十二日來十三集 我忘記了 其實神不是很難殺的 除了一個老人都殺了你 已經 不小心殺了你 其實你只要 你只要在一個地方 撿到一把神器 刺一刺他 剛好他死了 那你就是試神死 你只要拒絕那包頭 用牙籤加進去 這樣解釋 那那個故事 講什麼 那故事就是講後供 那故事其實就是 很威風的 就是 好像 南書閣 胡堂 這些 那些 吳國縣 一堆落得神的人 就是 是神 就是王 所以可以成立後供 世界只有七個 所有 和魔法則有關 魔法無效 有關的人 都會對他們 好像皇帝一樣 恭敬他們 因為他們殺到神 那就是後供 後供 後供是男主角 有些沒有後供 那些 就可能是好藍色 不是 那時候講到 我覺得 他厲害在 然後打 阿典娜 阿典娜 阿典娜是女兒 小聰 那他打完阿典娜 之後 就把阿典娜變成後供一份子 那句話 你知道 男主角 一向都是 愛好和平 就是優柔寡斷 典娜男主角 又是智能主義 又是打完你之後 就說 我不殺你了 你走 唉 這樣 這次 都說後供要插旗 不可以殺 這次職田信賴裡面的 那隻猴子 不知道 回來啦 那當然 其實 我覺得他裡面 在打阿典娜 他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就是 因為 护塘其實是沒有任何 關於魔法則的知識 那怎樣去傳授知識 要先說說背景 就是 所有事臣者都是魔法無效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表面 所有魔法 對他的身 對他的整個 內表 是不會產生任何效果的 對 魔法就是要 將幾點浸到湖水裡 把刀槍斃進去 所以要射他的腳尖 那個傳說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把魔法的知識 灌進去 就要什麼呢 就要經過 口到熱 口對口的傳送 是的 正統來說 其實正統的做法 正統的魔法師 應該是 看好大量的書 學習了所有 關於魔法的知識 那你就成為一個正統的魔法師 對我們的主角 一直都是促成的 魔法師就夠三十歲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用蒙面超人 最新的魔法師 你要先經歷絕望 Visa 沒錯 然後戴戒指 然後抱一個人都回家 去肉成他 每人去餵食 那他 因為胡堂 本身就是因為這方面的知識缺乏 那 Elica 他根本是一個老人教育餅 Elica 用了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口罐的知識給他 即是餵食 餵食 沒錯 透過口水 還要蝕蜜 嘩 這個方法可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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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定是怎樣 發色濕吻 是可以傳授知識 沒錯 這個是最快的方法 不是的 可能就是百多二百本書 即是最簡單 我 厲害過記憶麵包 厲害過叮噹麵包 我可以補充一個資料 在他修第三個後供 即是青銅鐵十字的Lilliana 一陣 Lilliana 因為不想跟他嘴的關係 於是Lilliana 那個妹 就說 如果我不跟他嘴有什麼方法 可以看整個海上面的所有書 海上在哪裏 那裏有五棟書 於是他們最後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嘴 嘴 正常教柯教授研究關公 他知不知道寫幾本書 多少萬字 你的教授沒嘴過你 即是說等於說 如果你要殺關公這個神 你要看了教授十幾日 刷好學的論文之後 再看守在日本重說 你才知道關公是誰 關公你要看三國演義還是三國志 可能要看完 正史典故不遵 咦要看暗三國志 由一個人變成神格之後 清朝等於力風他的力代潮點風 看完之後才說得出 但現在關公是女人 最關公的聖傳史 那你就死眼了 讀這麼多書 那算了 嘴吧 嘴就搞定了 而真是很划算 阿典娜那場就是 就是 就是 吃到聖斗善聲刺的 當他拿了所有知識之後 在阿典面前 一說一大堆東西 就數他身形 你聲刺呢 你源頭是怎樣的 你來力怎樣 為何要混和三教合 三種傳聖在一起 神戶光正 就是找一個語言出來 然後呢 我覺得這些表情是很划算的 當每一個神被人說到 說他的神格 其實有些是他的威衰師 然後他就會 好像被人畫了些傷筆出來 嘩你不要說 然後突然變得很脆 其實是騙歷史來的 說真的 你跟他說他的威衰師 也好 說他的黑暗語也好 就好像一條女兒被你摸著衣服 然後就拿著手掩著司機 不要再說不要再說 很無奈 然後被你任打 就變成了個個案 主要的打法就是這樣 這麼多集裡面都沒有什麼改變 無論他打男人也好 但女人也好 都會用這個方法 不知為什麼 原來是燃業 他說話的力量 你以為這叫燃靈 這個設定 因為其實他阿阿阿阿叫做東方軍神的物體 他的能力主要都是在燃靈那方面 對 因為東方軍神就是那個死小小 死小小 還有 因為主角其實就會有多種能力 十二個化身加把黃金劍 對 但那十二個化身每種都有各自發動條件 每日用一次 而且每日都可以用一次 其中一個這個很多的能力就是 當然不是,每天死一次啊 每天死一次啊 因為他對每個對手幾乎每一人都要死一次 然後才可以再打殘他 自知死地而後生 搞笑他駱駝就好像要貧血 駱駝就是要身受重傷的時候 就會發動 而發動之後的能力就是 我耐力變高了,防疫力變高了 但我跟他問一句說,我都受了重傷 我要防疫力高有什麼用啊 他不是補血 他加了一個shel給你 這是不是叫什麼根性啊 根性 是你已經過了根性的regardment之後才會令你不死 可事啊 一個正常人,拿這個能力或開發這個能力肯定是有問題的 我要防疫力高,我不想受傷 你要我受傷之後才可以加強我的防疫能力 好難做 七雙拳 不是啊 鳳凰的能力復活就是死透才能用 你未死透都不能用 好謂死透 他那種的死法就是,你完全死亡 但是呢 死點不死點之後還有微的心跳是不可以復活的 那些不是叫死啊大哥 那些叫離流緊就不可以復活 那些叫YAMYAM一色 所以他有個loading時間,未死光 還未死光,多等一會給我一個多小時 我死瘦之後才會復活 他說,你死不死啊,我捅你一刀啊 讓你死得快一點 就是要打敗他其實很緊 保持他閹閹一色的狀態 不要死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想死就死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就等於Curby殭屍那樣,你要封在這個棺材裡面 他那招最爆炸、最威風的招 白馬和野豬也是壞 野豬就是要破壞當地的巨大的偉大建築物 指明一個target 這個target是巨大的就行了 可以去打一下 可以去打一下 總之就是 因為他是為了造成一個極大的破壞力 總之就是他的港位 白馬那招就是天火射下來的 但他要對人的就叫做絕對邪惡的 那你真是玩啊 不是每個神都邪惡的 生陽才該死啊 要去打人 其實很難的 白馬那個條件我覺得很奇怪 你打阿典娜 阿典娜為何會是邪惡 他真的屈他 無緣無故屈他是邪惡的神 你騙人 你不是還有生命嗎 你是在欺負的 即連一些英雄都要是 他要做的就是 先抹黑他 嘩 這個 你抹黑了就是 你騙人 這裏是我主場 對 然後就可以用主場炮來射他 你騙人之後 英雄就會 抹黑我 然後抹黑完之後 就會真的去他的主場 就去黃金刀的主場 然後被他淫賊 金刀 其實整套屈基練 其實是屈 其實是屈 我是藤堂 我是胡同也很可憐 我這些能力這麼難用 大哥不要給我用 換個個 其實擺明就不妥他 惡搞他 正經一點說就是 我這套東西就是說 之前那些不正經的 我覺得就是 他說權能 就是他把很多神話的東西 看得出 原作者 對神話的知識是很豐富 就是他把很多東西 拿在一起 先不可能是對還是錯 但至少他 有個 有個 招手襲 或者是 他有個方式去把東西連在一起 是可以的 但是你在動畫表演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藍主角一輪嘴在那裡說 一輪嘴在那裡嘴 那這個是動畫變問題 這個是小說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小說 你真的用那麼多文字去表達 然後你講一段 很擁長的對話 旁邊的人就在那裡 扭曲 綿蓉 崩壞 那些 但是動畫你真的講那麼多出事 因為其實 這個我覺得可以對比一件事情 魔法禁書暴露 其實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他都要講 就是說 所謂的能力 神格 他關於那些 但是 他是逐步逐步說 不是一卵嘴說 如果禁書暴露都是一卵嘴說 他都會犯同一個問題 他好像三軍中朗讀比賽 禁書說的時候 敵人會出手 但問題是 他這位市人仔 他一路一路攻擊 已經是 他講話已經是救人的HP 明白嗎 有不同的 我只是說 我覺得這樣講不重要 我當是你講咒語 但你拜託不要在那個時候才讓我理解到那個神的能力 你應該是在之前的劇情 在他們調查當中 其實這些應該就是 過一集出哪個神呢 就是在開啟一段的時候 簡單要講一講 這個其實 或者是 因為他的細節 就變成 那些女角在扭扭靈靈的情節 浪費了那些情節 不浪費的 好看的 認同 認同 多好看 你不是看哪些人 大哥 你不是看哪些人 阿三 這套東西不是沒東西看的 老實說 我聽到這套名字 這套東西叫士神者 我當然是看士神的 對 剛好第二集 他已經倒了一個神 你明白嗎 他為什麼要開始 因為護塘能力這麼難用 他要靠女兒去做坦 你頂著 你跟他結合好 很親密的關係 才有做坦 那些坦是Data Base 來的 即是怎樣 因為他要Data 就是咀咀 因為他每一個神 他就要Data 那他當然要Data 就要問女兒 你手上有四個手指 你打不同的關 就要插不到手指 去拌攻略出來看 這個是東方神的智識 你自然會一個西方神的 這個羅馬神的 你碰到一個招手指 人對人就不可以插手指 於是就對著舌頭去插 嘩 這個比喻非常到位 嗯 所以你說整套東西 去到最後 全部一式一樣的打法 然後就是 其實純粹就是 典型的後攻片 就是不停 多一個女角 再多一個女角 再多一個女角 如果就是後攻片 我覺得這個格局都不錯 聽說 聽說 其實誰做大 誰做小 你不知道的 就是玩家 觀眾自己喜好玩家 這是自稱的 先後次序 這套東西是很特別的 後攻的第一個 是有洋洋子 就是Elica 為什麼呢 當老公一句話 拔完後攻旗之後 只有她撐著後攻半邊 她有神的交互 你不明白的 整套東西建立了 你見到誰做大 我當然不明白 有洋洋子是你老婆 自稱 我以為是劇來說 後台一句話 我們都是朋友 全部都散 立刻 你沒有說過力 你要明白 就是這套 我不介意後不後攻片 那些女生 有性格 有特色 有 在劇情中有表現 OK 沒問題 那些是電池 站在那裡 不是的 不是USB手指來的 那些 你明白嗎 用來插的 武漢的權能 用一天用一次 她不能亂用 平時怎樣 那些坦人往前面打 他不就是把女生去死 那不是怎樣 那些女生好像要死 你見到的 我為你頂住 我為你劍來的 你幫我頂住 原來這一部都是一個愛情喜劇 其實是對的 都是一部愛情喜劇 如果以愛情喜劇來說 我這部好像過上一部 是 這些是犧牲的愛 他為了 性憂愛情喜劇 不斷咀嚴 然後還要為他犧牲 哇 好偉大 有蜜粒羊子 有花疾香菜 起多村英尼 就是小倉圍 那就是 又有小倉圍 好齊的 他這麼忙 我覺得這部應該避免 應該有機會有二季 不要讓我看死 他這個季度怎樣完結 他先插了個什麼大佬 這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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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都出了一個射程 是沒有射程 他沒有射程 這裡沒有射程 沒有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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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怕 我覺得這套東西 簡直省經費到沒有射程 黃金劍那一下 明顯是一些高消費的東西 電腦 但他怎樣解決 就是用嘴拍 因為那個畫面 只是定格拍著黃金劍的場景 然後就有男主角定格在那裡 那些外星人倒閉 那你不覺得那些可惡 女人嘛 那問題 他不會站在那裡唱歌 他只是站在那裡 最先就是 起碼有些動作 那傢伙真的拿著劍站在那裡 有動作的 抱著羅里的手 你剛才說的 你等於大堂三藏 搞到那些孫悟空死了 羅家瑩在那裡 我聽到他拿著版本 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你這樣打 有的 最後那場抱著小羅里在那裡跑 一兩場我覺得OK 但你不要長一場 打很悶 老闆講 我知道就是 各方式沒有變化 你看到英雄王何時走過 他動在那裡 後面倒櫃地倒出來 打人 沒什麼的 這套一向是看後宮的表現 就不是看男主角的 你擺錯焦點 想對不住 他不是戰鬥型的 那些普通中學生 打過打碼什麼 所以結果 這套是一套 後宮愛情喜劇 算是你擺錯位了 是啊 我不應該當他火王作品這樣看 你錯了 你們看女的 看什麼神 你奇幻作品這樣看 是我不對 是啊 你家裡的書 那你今晚請吃火鍋 我不贊同的 嗯 好下一套 我不贊同的 嗯 好下一套 我不贊同的 嗯 好下一套